男嘉宾小王21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苏22岁同样来自山东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你们俩 大学再读是吧 马上就要毕业了 在大学里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都是艺术生 以前我们一起学画画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她画得特别好 我画得特别烂 然后我看小姑娘长得还可以 挺可爱 然后就是也比较真诚 我就借着学习的机会追了她 咱哪知道这个追了以后 这个反差也太大了 这个脾气就变得又太大了 真受不了 你怎么受不了了呀 为什么受不了我 你之前刚开始能受得了我 现在怎么受不了了 你说一开始我对你多好 就是我们一起学画画的时候 从早到晚 从头到脚 你说我跟你照顾我怎么样 一周有七天 我能给你买七种早餐 包子油条 煎笔麻花 就市场上能见到早餐 我都给她买过 就给她买个鸡蛋给她递过去 鸡蛋不就是早餐吗 她扔了 她把鸡蛋喂我的时候给扔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主人 她给扔了 她喂你 是 我那天不太高兴 然后她给我鸡蛋的时候 她竟然扔了 当我的面 我怎么扔了 我扔鸡蛋干嘛呀 我说包好了 递在你嘴边 我说你吃吧 宝贝你吃吧 我以为她要张口吃呢 谁知道 一张口吃我滚 你那天起那么晚 给我买早餐都上课了 我怎么吃 行 你生气也就罢了吧 回头你说 到了中午了还没吃饭呢 我先再给你送过去吧 好赖把饭吃了吧 然后还是不行 我说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不生气 她让我把吊在地上 那鸡蛋捡了 吃了才不生气 不是 那个一上午 那鸡蛋都在地上躺着呢 她是我们话说 出了名的暴脾气 然后那个鸡蛋 吊在那个地上 周围的垃圾全没了 就一个鸡蛋 吊在那的地方 我说我回去一找一找 我就找着了 鸡蛋看我 我看鸡蛋 然后我一生气 当然她的面 捡起来我就吃了 你吃了 吃了 真吃了 那个土孩嘎帮着呢 然后呢 午饭她吃了吗 午饭吃了 好 这是你说 从早到晚 你对她伺候得很好 我这个体会了 这从头到脚 你是干了些什么呢 就是晚上给她洗脚 真的吗 你说当时 就是我们那个条件 挺艰苦的 晚上的热水也少 我一下课 我就左手滴溜一个暖壶 右手滴溜一个暖壶 脖子里缠着毛巾 我刷刷的就给她打水 打完水 然后我就去她宿舍 我都巴不得 尝一口那水温度行不行 我说到这份上了 我说 都还没尝吗 怎么尝啊 你真想让我尝吗 你说话这么气人呢 你也能忍啊 这个平时的小事行吗 我忍着行吗 我证了 你说这个我交朋友 你阻拦干嘛了 咱都是正常的人了 交朋友有什么不对的 我就不知道了 你说这三五同学干嘛 什么朋友啊 都是那些什么女生啊 特别的暧昧 然后还有个女生 跟她说 什么想你啊 什么东西的 我看了能不生气吗 那是我高中同学 我们几个男生 几个女生就一起特别好 就是当哥们那种玩 然后到了大学了 很久没联系了 对吧 我也不知道她干嘛了 挨个给我们这群男生 发了一个 我想你了 都说想她了 那么暧昧 还想你了 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吗 你不是不让我和她们联系吗 我不是没联系吗 要联系她 就是说她不知道呗 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 她要知道会这么说吗 那你怎么不跟她说呀 你不是不让我和她们联系吗 没啥说你了 我问问 就是变了 等等等等 我问小伙子 就说你跟她谈恋爱之后 她是管你的社交圈的是吧 对啊 就是不能跟异性联系 对啊 为什么不能联系呢 我看着身体 不是你心眼耳畅 是因为那些女生都比你好看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应该自信一点啊 那么好看她喜欢了 你说明你比她们还好 不正是因为在乎她才这样的吗 哦 这这这事就过吧 反正这小子没什么花好肠子 当然有了 她那天搭我面 跟那个女生 就是高中同学 一起唱情歌 搭我面 勾肩搭背的 你可别提了 我什么时候和她勾肩搭背了 你能实话实说吗 在KTV我们同学聚会 然后那个我那同学就是邀请她 就说 哎呀 咱们一起来唱个歌吧 然后她那态度 哎呀我不唱 你自己唱去 我不会唱 哎呀呀 你拨人家面子 还拨得这么厉害 弄得人家很尴尬 脸直接都绿了 我说 你跟什么变成细 来 我来 然后我觉得 不是你们还眉目传情 你看你那眼神 你们俩互望那眼神 也不是对她眉目传情啊 唱歌走心了还不行吗 你是对她走心啊 还是对歌走心啊 我看人对歌走心啊 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是对她走心呢 你就是变了 你现在就是变了 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 关键有的时候 你很过分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真的很过分 还有一次 她就把我一个同学 她给骂了 因为你骂人家干嘛呀 我为什么骂她 我怎么可能 无缘无故地骂她呢 主任她说什么 她那个同学 跟她说 那几号几号 你来我家 陪我过生日吧 你说我看了 能不生气吗 你说 她为什么叫你 去陪她过生日呢 多暧昧啊 你看她叫你过生日 这又怎么暧昧 我理都没理就暧昧了 冲我凶什么凶 冲人凶什么凶 老实点 都是自己惯的 你怎么今天想明白 要跟她分手啊 怎么想的呀 她那次就已经跟我分了 那次就因为 我把那个女的给骂了 然后给杀了 她就跟我分手了 一气之下就跟我分手了 不是你骂了哪个女的 就是那个 她要去过生日的那个女的 然后她就分手了 她就跟我分手了 那怎么没分呢 分了 那时候分了两个月 主任 你先听我说一下 为什么和她分手 行吗 我真是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这话你不用说了 我们都懂 我其实特别关注就是 怎么没分成 不还是因为我 你俩她对我好 然后舍不得嘛 然后发展性 主动求和的 然后呢 你就又回去了 然后稍微聊了聊 就又和好 还稍微聊了聊 你看她那不大乐意的样 她还给我摆脸子 你当时你什么样 你能记得吗 怎么跟你摆脸子 是你先给我摔脸子 行吗 给我发个短信 她的短信 生日过得怎么样 我没去 你还问我怎么样 故意在那气我 不不 她给你发了什么 向你求和的短信 我特好奇这个 我说那个 我有点舍不得你 然后就说原谅她了 什么的 你原谅她了 她跟你提出分手 你说你原谅她了 你同意好了 所以我还是和好了 那今天为什么来啊 你说这个女性朋友 对吧 这个异性 咱就不提了 你说我和我哥们一起 你给我个面子能怎么的了 就有一次 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嘛 喝得有点这个头晕了 我说那个 你去帮我拿瓶水吧 跟她说 我说完我就后悔了 其实 你当然后悔了 我怎么能使唤你呢 我 对 弄不死你 对 我说完我就后悔了 然后她也给我生气了 能不生气吗 你到他们面 使唤我 跟他们喝酒的时候 不理我 跟你说话 一句都不理 然后想起我来了 就就使唤我 去帮你拿东西 凭什么呀 凭什么帮你拿 拿没拿 没拿 除了没拿之外 还做了什么吗 姑娘 没做什么 依你的脾气 你一定会做什么的 她那么多朋友 给她个面子 你没说话 我说不拿就不拿 然后她自己去拿 你不会这么温柔地说 不拿就不拿了吧 我说要拿也自己去拿 凭什么让我去拿呀 你看看 这是实话了 在饭桌上就和我吵了 你怎么会吐人呢 然后呢 你就自己去拿了 我就孕孕呼呼 自己去拿呗 要是怎么办呢 不容易啊 就这样还没分掉 主要是那个 就这段时间 就是该出去工作 该出去实习了 对吧 也是联系有点少了 你说我工作 咱这意味着 未来的大事对吧 事业上的事 你说你还阻拦我 还和我耍小脾气 你还好意思说 一整天都不见面 回来就给我弄的样看 说你累呀什么的 看我不开心是不是 济南那个堵车 你说不是不知道 我一下车都找不着腿 腿都没知觉 那是你自己的事 确实腿没知觉 但我不是 也是为了咱俩的未来吗 要不然谁会那么累的 我在宿舍 打个游戏多好啊 就是啊 你在宿舍不行吗 别去了 以前咱俩天下在一起吧 你现在呢 都一天都见不着面 还一个学校呢 还见不着面 多可怜呀 我总得出去忙吧 我总得出去干活吧的呀 然后你说 公司派给我一个客户 然后我让我给他谈 都谈得很好了 就是只剩一些细节问题 再处理一下 就签合同了 他又把人家那个 女客户给人骂了一通 还把人给删了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问你话 你都不搭理我 一直在玩手机 能不生气吗 我也搭理你了吧 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 你没理我 吃饭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这是个急事 偏吃吃饭 我这边还聊着呢 他就不行了 直接躲过来 把手机抢过去 就跟人发了几条 就是特别难听的话 还把人给删了 你说你让我在公司里 怎么待下去 老板看我 以前多器重我 就是什么活动我去干 现在呢 你删了 你再嫁回来不行吗 你开玩笑 人家把你骂一通 再给你嫁回来 你嫁回来啊 我真是气死我了 我真是要爆炸了都 你凭什么气 我还生气呢 他本来他说 圣诞节嘛 他要带我出去玩 然后他跟我说 我要先陪我们班里的女生 给他们班的女生 一个人发了一个评我 还写了小纸条 说什么 你是独一无二的什么的 这种话应该是夸我的吧 你怎么夸别的女生了 你就实话实说行吗 什么叫陪我们班的女生 我是班长行吗 我是陪我们整个班的人 不光只有女生 特别男生行吗 再说了 每个人都有苹果 都有纸条吧 对吧 而且也没什么 你还是独一无二唯一 哪有 我在那等你的时候 我在玩手机 然后看你们班一个女的 发什么班长 你是我的太阳 什么班长 么么哒什么的 就说你一直在夸你呢 你怎么没对我这么好啊 一般之长 我当然得对他们好了 再说了 我不是也给你送礼物了吗 他们的苹果 这样说出去不好吧 我们班突然在打我 他们的苹果 是八块钱一斤 你的是十八块钱一个 还不行吗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那他们是提前准备的 我的是当时看没有了 又现买的 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行吗 谁知道是现买的 还是准备好的 所以今天你来是要分手的是吧 我就希望他改一改 你今天是来带他改造的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就希望他能改 你让他怎么改 我就想让他像以前对我那么好 是哪样的好呢 就是什么 从早到晚 从头到脚 是吗 也是吧 天天陪着你是吧 嗯 姑娘你爱这个男人吗 爱 特别爱吗 嗯 他腿疼是他的事 还是你的事啊 他腿疼 我腿又不疼 啊 你看看 这就是说他爱一个男人 他们这段爱情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一直在很悲催地 被女生在那狂批 但是我发现 男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描述我们感受到 很惨的你的经历 你都很开心 我怎么可能开心嘛 我就是 心态比较乐观嘛 我觉得 你的心态很乐观 导致你的开心 导致现在你的生活 是这样子 你描述的每一个场景 都是你自己甘愿承受的 是你自己主动地 要去给人家买早餐 而且七天 七个不同的花样 是你自己主动地 愿意给人家买了鸡蛋 还要包好了味道嘴边 不小心把鸡蛋掉了 所以你会被批 都是你自己愿意的 而且你也自己主动 选择这样一个女朋友 并且一步一步地 把她脾气 灌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真的忍受不了的话 我觉得不是说 你希望她能改她的脾气 而是你自己得看看 你的一些 对人处事的 这样一些行为习惯 你能不能去调整 不要连你的自尊的底线 都没有了去对别人好 那反过来 其实对于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特别不讨巧 我不相信你是一个 不懂得关心人的女生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完全不懂得关心人的女生的话 她不至于会对你好 那么长时间 你肯定有你的过人之处 但是你的过人之处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看不到 因为今天你从上台开始 你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很凶残的动物 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男朋友 跟你走在一起的话 你得展示一下你的好 你的体谅人 因为在爱情当中 不仅是别人光对你一个人好 也是你需要对别人好 别人在体谅你的同时 你也需要体谅他 你们还有半年 就要踏出大学的校园 就要工作 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需要你们自己负担经济的 未来成家立业的东西 所以女孩 如果你再不体谅人的话 我真的特别担心 好多女生眼缠着你的男朋友 有可能今天就真的走失了 所以待一会儿 好好表现一下 不要再瞒不讲理了 你们两个是一体的 她的腿疼 你也应该疼 觉得这男孩特别好吗 挺好的 特别爱他吧 离不开他吧 没有安全感吧 你比较自卑吧 这才是你真正所有表现的核心之处 从头到脚 从早到晚 你都是在证明 你对我好 你只有我 所以在别人貌似觉得你很野蛮 不讲理的时候 我倒觉得蛮可怜你的 因为你内心是非常自卑的 你知道他很优秀 你知道配不上他 所以 变本加厉 向所有周围的人证明 他只对我一个人好 但是姑娘 表达爱的方式错 爱不是证明给别人看的 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受 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爱 但是他可能 慢慢地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你的不讲理 他对你很多的好都是由心底而发的 你要对他好一些 把你所有绞尽脑筋 想去设立那些假想敌去打败的那股劲头啊 用在如何体贴他 这方面去使劲 好不好 尤其马上要毕业了 他要找工作了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所谓的爱 去影响他的工作 影响他今后的发展 不要让自己那点自卑 毁掉了你们的爱情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邱老师 当一个人百般地容忍自己的坏脾气的时候 可能性只有两种 要么爱你 想疼你 要么恨你 想要报复你 做人贵有自知之明 应该时常地拿镜子照照自己 在镜子当中端详自己 你才能分清楚 哪些人是真正地在赞美你 哪些人是在阿谀奉承 哪些人是在恨你 哪些人是在爱你 否则你是分不清楚自己 如果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回事 而不把别人当回事 总有一天的结果就是 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 那个时候 难堪的是自己 一个女人如果要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怎么过 她也是个花架子 男人不是不可以宠 女人也不是不可以焦 但宠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忍 焦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作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还没有眼力价 不知道减醒一下自己 忍迟早有一天变成忍无可忍 作总有一天会变成不作不死 其实宠一点 焦一点也没关系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会疼对方 怕就怕有人不会疼 有些人往死里疼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需要别人疼自己的孤儿 谁在疼人的时候 也有被疼的需要 所以我想告诉女方的是 焦留不住一个男人 只有疼才能留得住一个男人 我也想对男生说 宠留不住一个女人 只有有自尊的去疼 才能留住一个女人 就这样 这个毛病很多情侣都犯 不仅仅是你们 好多人都犯 就缺了一个词嘛 就叫尊重嘛 其实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尊重你自己嘛 你都不尊重你自己 难怪人家践踏你 是吧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 你尊重你自己吗 你尊重啊 我觉得你特别不自重 还没怎么着 就谈的男女朋友 就让男孩给你洗脚 你觉得你够自重吗 其他的就不说了 请记住吧 爱一个人 先学会尊重他 被人爱的时候 先学会尊重自己 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吧 咱们人这么年轻是吧 以后肯定还要经历很多事了 所以说我希望你以后 我相信你 你肯定会改的 肯定会改好的 而且我也会先改我的坏毛病 咱们俩还是应该好好的 你不这么觉得吗 那你能像以前那样 对我那么好吗 我一定会尽力地 往那个方向去赶 那我一定也会改的 我就 我就怕 女生特别注意 她没说完的那一部分 我就怕 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可以关注eBay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eBay师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使用下载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得到老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土蕾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券 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你还不过来抱我 你不过来抱我呀 你不抱我呀 这么多人呢 我跟女生说一句话 你好像没听懂 要保持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 刚才赵传已经说了要自重 你老是要别人来抱你 一点都不知情 二十二岁的女生 还是一个撒娇的年龄 没听懂没关系 回家慢慢消化 生活里会打磨你的 你想抱她吗 我想 那你想抱就抱一下呗 别哭了 好了好了好了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你们啊 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开心一点啊 咱们这么年轻了对吧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而且咱们不都有心情去改吗 这种小挫折 我觉得没什么 以后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 还要咱们两个人去承担她 抱一抱抱一抱 好了 祝你们开心啊 好好去爱吧 是 请回 谢谢 谢谢